让我们回到比赛当中 在4比0以后 看看局面会怎么样发展 因为隔壁的球台结束了 现在正在休息 没有大劲 还有这样的事 这不会说明什么吧 下半场难道莫菲的运气来了吗 所以搞体育工作的人 真的没有办法一直保持很客观 因为运气在体育比赛的赛场上 确实有的时候起到了 要举足轻重的作用 谢谢 我今天看到一份资料 西金斯说他很希望恢复斯诺克的世界团体赛 就是斯诺克的戴维斯杯 对 我看球的时候 以前把它称为国家杯 国家杯 说这个 西金斯说他 这个加上 Grim Doet 这个应该是 马 斯蒂文·马规尔 和他们三个人代表苏格兰 可以拿世界冠军 我看也不敬愿 对 其实中国队很强大 英格兰队很强大 英格兰队很强大 就只有奥沙利文一个人 就很强大 看主球 现在半国家杯可能有些不合时宜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96位职业选手当中 就是在圈内的这些职业选手当中 有很多外国人 你说组织出一支 中国队来 嗯 你想想也挺强大 强大 也挺强大 梁文博 傅家军 对 你弄出来的话挺强大的 泰国队现在是组建不起来 是吧 但是亚洲能组织出一支中国队来 也挺厉害 因为这已经不仅仅属于英文三岛的球队 但是呢 又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 北爱尔兰队 就挺难组织起来 嗯 爱尔兰队也人不多 打到最后变成英格兰对苏格兰对威尔士 对中国人 四国邀请赛 他这比赛我觉得说不定有看头 你这三个人啊 这个两局单打 一个双打 嗯 斯诺克这个双人的比赛你转过过 我没有我看过 但是没有没有转播 你说这个西金斯大马奎尔队上这个 丁俊辉搭梁文波 嗯 这个挺有意思啊 对 一人打一杆 我觉得这种双人比赛可能很很难有人能跟这个 奥沙利文打的一块去 嗯 他 我觉得他的这个球路和这个思维呢 不像西金斯那样呢 很规矩 英格兰队 吉米怀特 打了 好啥没问题 没问题 这辆搭上吧 哦 长球 硬拼一杆 拉杆回去 嗯 哎 嗯 啊 考试了 这一杆打得很正 嗯 嗯 这杆轻推母球的控制也是非常到位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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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5